每个人手上都拎着新买的新鲜毛鸣肉 哦这么多牛肉 站在哪里买的 这牛肉怎么卖的 多少钱 27块钱 27啊 37啊 37块钱 它这里可以打包吗 37块钱 真空出来的真空了 哦可以真空可以放的 可以几天真空了 真空了你明天走几天走不走 明天可以真空出来 对我就问他在哪里买的真空 可以可以 你只能放一晚上就行了 哦只能放一晚上 哦不然会明天如果你不到家的话 你买不买一样就臭了 对臭了 哦 清天买明天继续到家 不然的话就臭了 哦哦大人带我们去 好谢谢 好 好 好 这里就是清蒸的牛羊肉市场 这里很大呀 哎呀 很大的 这就是哇这全是牛肉 清蒸的牛肉市场 啊 这就是肉啊 那些啊 啊 我们的炒表里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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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嗯 他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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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哇 这就是牡牛肉 这就是牡牛肉 来给牡牛肉 这个刹斜咸 这要什么呢 好变牡牛 好变牡牛啊 这就是生命的 这个牦牛有什么区别呢? 这个牦牛和其他有什么区别? 牦牛 我们的牦牛肉都是高原上的 高原上的牦牛肉 人家不是有个 牦牛肉是喝的是空泉水 吃的是蒸草肉 哇,好威慕,对不对? 喝的空泉水,吃的蒸草药 吃的蒸草长大的 这是牛头吗? 这是乌尼的 这是牛头 这是石子 石子 牛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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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 是 牛肉肠 这是灌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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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牛肉 牛肉 这是牛肉 牛肉 多少钱斤这种? 38 啊 哇 哇 哈哈 哈哈 哎 哎 这一条心 这些人都在这里 这个毛牛肉怎么确定它是高原的呢 这个一看就知道了嘛 牛肉毛在上面 这个就是牛肉毛 牛肉毛在上面 我们当地人看什么就知道了 怎么样辨别 你看这个毛 这不就是毛牛吗 毛牛 毛牛肯定没有这个毛 毛牛只有在高原才生长 对 有点毛 你知道毛牛肉卖多少钱 36 36 我们怎么样区别 就是对于我们内地的游客来说 怎么样区别这个毛牛肉的好坏呢 能介绍一下吗 一定的毛牛肯定吃 好的 这是在吃早餐 早餐嘛 猫牛加分面 猫牛加分面 酸菜 酸菜 你也喜欢吃大蒜啊 我们看这个毛牛肉因为我们带不回去 因为没办法带我们是在旅行 我们在做记录 所以他有办法没有办法带 我们只是来看看 周真空也带不了时间长 因为他温度 好 好 这这个是三个 我们发 云南 还是三天就够了 云南三天就够了 对 一样的嘛 差不多 啊行 不是 不会嘛 好 好 这就是你们吃早餐的对吧 对 早餐 这是面 面 好 好 好 非洲好像发一公斤是8元吗 可以发也是冷藏的发 冷藏的发吗 冷藏的发 是这样的 冷藏的发吗 这种是油吗 牛的就是什么 草原的牛 这种就是要吃牛鸡的 软质的就是一般的四氧牛 四氧牛嘛 对 刚才这位兄弟告诉我说 要买牛肉要买这种黄的 这种他们没有四氧 带不带点 我们在路上带不了 下次让你们给我们空运 好 好 好 谢谢 他这里可以真空包装 请问你这真空包装时间 你现在可以保留多少时间 保存几天 这个真空 这个我不想的 万一不怕 都给你留着 别的都给你 好 谢谢 这是地地大大的松攀古城 很多游客都在这里来买牛肉 但是我不知道他们买了以后 怎么保存 你们买了这么多牛肉 那怎么保存 你真空以后能几天 不知道 可能要 你回去就急死了 急动了 回去以后 那你们今天可能叫返城才会买 对 是这样的 好 谢谢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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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